理論上我每次上課 我會針對每次上課的前一次重點會回顧一下 一樣請各位回去還是要多加練習 因為像這東西 最重要還是除了會之外還是要熟練 如果你不熟練的話 以後遇到問題還是會怕會做不出來 當然前面的部分比較簡單 就是說反正你做錯了 你可以再找一下功能 應該還可以做出來 後面我們會寫程式 程式部分的話不允許一點點的錯誤 所以如果假設你擔心會寫錯沒關係 雲端白板上面 我會提供給各位一些參考的畫面 所以你們可以再到雲端上面找找看 影片在這邊 理論上應該有七段影片 如果影片部分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說你上課部分有什麼地方不太明白的 或者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可以留言 YouTube下方是可以互動留言的 OK 然後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是針對 去下載台北市的住宅切到資料 然後呢 主要是針對這個資料我們做練習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 少了一些欄位 所以如果你在做樞紐分析的時候呢 你要先確定你有沒有那個欄位 比如說第一個 我想要知道一下 歷年的那個切到按鍵的數量 所以歷年的切到按鍵數量 那你大概會先知道歷年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先把那個年的欄位給產生出來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用樞紐分析表 幫你這個完成統計的這個動作 所以呢 第一個啦 所以上禮拜我們是針對那個年的欄位 那這個地方當然有很多方法啦 以色列裡面最簡單就是用以色列裡面的函數 所以你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並且輸入 剛好好像Labs就可以了 所以比較簡單 那其他的話 比較難的部分 應該是區也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利用那個樞紐分析圖 畫了一個折線圖 折線圖馬上一目了然 有沒有好像那個切到的按鍵數量 每一年每一年越來越少 看起來應該是還蠻好的 如果那個按鍵越來越少 當然顯然 應該是自然有變好的趨勢吧 那為什麼自然變好 那你這後續還可以延伸去瞭解 那除了說呢 住宅切到的資料之外 它雲端上面 開放資料裡面其實還有提供別的啦 比如說你想知道 什麼 汽車啦 機車 甚至是腳踏車 好像還有搶奪的 其實都有 你可以拿來做一個練習 然後另外還有其他縣市 比如說新北啦 桃園啦 台中等等 如果每個都可以比較 發現 到底哪一個縣市表現最好 也許你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出來 那另外比較難的部分 應該是什麼 像路接到吧 路接到如果要取得路接到的資料的話 上禮拜我們是利用幾個函數吧 其中當然我們利用什麼 fine函數啦 加密的函數 再加ifl函數 把那個路接到的訊息給結取出來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這幾個函數 串在一起的公式的話 哇 那很麻煩耶 你變用眼睛看有沒有 哪一條 點兩下 然後複字貼 像這個資料裡面有三千多筆 哇 那你不是三千多筆 要做非常的久 所以喔 要怎麼樣可以透過我剛剛講的三個函數啦 fine fine是fine什麼 fine那個 那一條路接到名稱的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所以呢 下一個字位置剛好就是 我們要取得那個字的頭 尾巴的話呢 就是要知道有幾個字 有沒有 就是把什麼 前面那個字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剪掉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那就知道幾個字 那就可以把什麼 那個路接到的資訊 給抓到一個新的欄位裡面 OK 當然如果不會的話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OK 變成你要塗法煉鋼 永遠做不完 最後的話呢 再把直條圖給畫出來 那如果只要取前十名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篩選的方式 可以把它篩出來 OK 大概清單在這裡 所以每一次上課 回去我就會把影片轉檔 然後上傳到YouTube 並且會貼到論壇 那理論上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你們的email應該會收到這封信件才對 那如果沒有 可能你在早早看到 被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理論上應該都有啦 如果實在沒有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到Google論壇這邊點進來也可以啦 如果你有加進來 它也會有個清單 你可以點擊 一樣可以看得到 不過理論上應該在你的email裡面都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複習的話 隨時只要像搭車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重點就是 我們繼續來看 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第一個單元這個 那上個星期的一些相關的參考資料 其實上面都有些敘述啦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主要 就是製作出這三個圖 有沒有 那這三個圖的做法 其實就是利用 函數加樞紐分析表 加樞紐分析圖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 假如每一次每天都要做 或是每一段時間都要做的話 那重複性太高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思考說 如何把上個禮拜的動作 變成什麼 變成下方這邊有的按鈕 那按鈕的話 其實就是VBA程式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希望 可以把上個星期的這些動作 可以通通把它變成VBA程式 那首先的話呢 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 好像是先到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有沒有 去找到 就是這個開放資料的位置 然後把它下載並且打開 可是呢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去下載資料 每次都要點一下下載 點一下下載 那有沒有一個方式 就是我直接透過VBA程式 然後呢 直接找到那個連結的位置 比如說你們開放資料的位置 找到之後呢 然後呢 就透過VBA程式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上個禮拜的相關資料 這個是 這個我們要做今天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這個講義部分的話 是在第11頁的下方 那目標大概就是 把這五個按鈕把它完成 那怎麼完成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下載這個程式 不過下載的程式 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那我這邊其實有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 基本上 主要會利用一個物件 叫做 query table 那這個query table 其實相當好用 因為你說 在eSale裡面 怎麼去下載那個網路資料 其實方法很多喔 但是有簡單的 也有複雜的 那當然啦 我想以各位的需求 應該會是先找那個 比較簡單的吧 沒有人說 老師 你那個程式越複雜越好 沒有 所以呢 如果要簡單的程式的話 而且喔 因為我知道大家的需求啦 其實大家不是每天都在寫程式 所以很容易寫錯 所以喔 最好給你們一個範本 有沒有 然後跟你講說 以後喔 就是有點像加一個參數 那參數位置你只要放對喔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給爬下來 那最好 不過有沒有這種東西啦 其實理論上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嘛 大概就是希望能夠 可以提供給各位這些便利 那只是說這些範本喔 你至少要知道說 到底我將來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改完之後 就可以取得 就是不一樣的資料來源 那這樣就簡單了 各位講喔 主要像以這一段程式嘛 所以你們待會看一下啦 大概 雲端白板記得找一下 因為將來可能用到雲端白板的機會還蠻大 因為程式都在雲端上面 那至少你要找到之後會C-C 然後呢 也知道貼到哪裡C-C-V 你不要貼都貼錯了 OK 那就沒有辦法 OK 像那個CharGBT也是這樣 它可以幫你寫程式耶 但是你問題你要知道貼到哪裡去嘛 有沒有 然後它給你東西喔 有些可能不見得正確 那你要做一些適度的修改 那基本上應該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所以喔 第一個喔 我的程式碼在第12頁的地方 這一段 OK 那要怎麼樣喔 可以讓它work喔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這個範例 也許先打開一下喔 上禮拜這個練習檔 開啟之後的話呢 有這些東西 看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好 停止 好